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他中的何非 何非出身底层 想实现阶级跨越 却又不愿意脚踏实地 一步步向上攀爬 于是 何非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赌局上 一次次妄想通过赌博翻身 结果 何非不仅没能逃离底层 还欠下了巨额债务 无力还债的何非 把富家女李慕子当作救命稻草 他处心积虑地靠近李慕子 李慕子果真帮何非还了债 并把公司交给他打理 希望他重新开始 可何非打理公司也不用心 短暂安稳后又坐上了赌桌 一心想要证明自己 最终 何非再次欠下巨额债务 见李慕子不再帮他还债 就萌生了杀气的念头 大师徐悲鸿说过 懒惰是所价极高的奢侈品 一旦到期轻浮 必定偿还不齐 人生就是一场攀爬旅行 倘若偷懒走捷径 来日必有大苦吃 惰性高的人 不愿做手中的小事 却又没有能力做大事 在欲望和现实中反复受挫 要么被现实打倒 要么因欲望沉默 一定要远离手穷的人 毕竟懒惰如同一颗定时炸弹 稍不留神就可能炸上你 二 嘴穷的人 网上有人问道 如何与言语刻薄的人相处 高赞回答说 最好不相处 远离 乍一看 或许有点薄情 但经历过的人就知道 远离嘴穷刻薄的人是一种人生智慧 网友胡歌说 自己有一个嘴巴很多的学妹 平日总喜欢抬杠 对人以此来显示自己不好惹 同学让他帮忙带份饭 学妹会冷嘲热讽地说 你难道没长腿吗 室友交了男朋友 学妹总含沙摄影地说 这种人也只有你看得上 有一次 胡歌参加一个专业比赛 成功夺得二等奖 获得一千元奖金 胡歌特别开心 想着请朋友吃饭庆祝下 学妹得知自告奋勇参加 胡歌也不好拒绝 吃饭的时候 在场所有人都向胡歌表示祝贺 只有学妹冷不丁冒出一句 学长 你得奖了还借我们吃入鞭摊呀 有人提醒学妹说话注意点 学妹却回腔说 是你的吧 瘦得跟个流浪狗似的 当时气氛尴尬极了 胡歌的好心情也瞬间烟消云散 恨不得立即把学妹拉黑 但由于学习等各种关系 胡歌不得不勉强与学妹保持联络 直到大学毕业 胡歌终于毫不犹豫地删除 并拉黑了学妹的威信 有句话说得好 刻薄是因为底子薄 尖酸是因为心里酸 最穷的人 说话尖酸而刻薄 往往都是刀子嘴 钢铁心 他们容不下别人的优秀 见不得别人过得好 总想拉低别人抬高自己 以此来安慰自己的虚荣心 于这类人而言 无论你有多掏心掏肺 都无法让其满足 除非你过得比他们差 既然不是一路人 惹不起不妨远离 各自在自己的世界里发光就好 三 闹穷的人 有这样一则预言 一天 猴子先生见老猴子在种桃树 心想 要是我种上桃树 就能吃上美味的桃子了 于是猴子先生也开始种桃树 每天浇水 施肥 猴子先生见桃树慢慢长大 逢人就炫耀自己种的桃树 长得有多好 还跑到老猴子家得意地说 你看看我种的桃树多漂亮 长得多强壮 老猴子没有理会猴子先生 默默地在一旁给桃树浇水 施肥 又过了一段日子 猴子先生见桃树开满了花 又四处炫耀 看到老猴子还上前讥讽说 你看看我的桃树已经开满了花 你种的树一定没有我的好 你都已经那么老了 做事肯定不如我 老猴子还是一言不发 终于到了桃子成熟的季节 猴子先生迫不及待地 从树上摘下桃子 去向老猴子炫耀 怎料到了老猴子的果园 却惊呆了 老猴子种的桃树上 全是又大又鲜红的桃子 猴子先生只好悄悄藏起 自己手上的小桃子 问老猴子怎么种得这样好 老猴子淡淡地说 我虽然年纪大了 但我种桃树的经验多 有这样一句话 骄傲来自浅薄 狂妄出于无知 骄傲是失败的开头 自满是智慧的尽头 脑穷的人 困在自己有限的认知里 时常以为自己懂得很多 他人所知甚少 现实却是 越无知的人 越自以为是 越风盈的人 越低调内敛 不要尝试与无知的人争论 你的能力他不曾了解 你的高度他也不会领悟 安心走好脚下的路 数高数低 时间会告知你准确的答案 四 心穷的人 前不久 闺蜜说 坐他旁边的同事小冉 被辞退了 原因是 小冉找会计 报上个月的拆旅费 有两笔没有发票 会计案规定 让小冉拿发票再来报 小冉很生气 便在茶水间 向同事吐槽 一把年纪还这么死板 难怪三十多岁 还嫁不出去 碰巧会记录过听见 俩人就争吵了起来 会计圣怒之下 索性将小冉多次谎报 拆旅费的事情给说了出来 小冉平日很爱占小便宜 请客户吃饭 花了三百元 他会拿四百多的发票报销 住酒店明明折扣价二百多一万 他会向商家索要三百多的正价发票 还有小冉和同事拼单买东西 也经常抬高军摊价格 小冉种种刑警被公开后 同事们都对其避而远之 公司也想起查了他的报销清单 最终 小冉因为累计谎报金额高达近万元 被公司公开批评并予以辞退 这件事后 小冉非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反而在朋友圈公开辱骂公司老板和会计 闺蜜原本打算安慰小冉 但看了小冉的朋友圈作罢了 闺蜜说 人穷不可怕 最怕的是心穷 是啊 心穷是内心有一个巨大的黑洞 永远不会有填满之石 看过这样一句话 时间是公平的 他不会给任何人多一分 也不会给任何人少一分 爱占便宜的人 心中只有自己的小天地 由于当下的得失 看不见前方的宽阔大道 人一旦格局小了 虽然得了眼前的小利益 实则丢了未来的大格局 不知足 不感恩 前路只会越走越窄 最终让自己无路可走 在人生的旅途中 唯有格局大 才能前路宽 与之同行 则能愉悦 顺畅 前中书在《围城》中写过一句话 天下就没有偶然 那不过是化了妆的 戴了面具的必然 一个人的际遇和命运 是由自己铺垫的 人穷意味着深穷 很多时候 经济条件好与差 都是暂时的 但倘若手 嘴 脑 心都穷 则会穷一生 远离内在贫瘠的人 你的人生会少很多愁苦 余生也会免受更多颠簸 同类在富有的人往来 好运自然会随之跟来 或许 他们不一定能搀扶你 但积极的态度 和充沛的正能量 会带给你更多生活的乐趣和希望 愿你走过悠悠岁月 始终欲良人 得良友 雍良伴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